乌克兰的内斗是进一步升级了 泽连斯基要求扎卢日内辞职 乌克兰版本的轻军策有可能会上演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自从乌军反攻失败之后 乌克兰内部斗争似乎已经掩盖不住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一则消息就突然传来 乌克兰斗争升级了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爆料 有四位知情人士就透露 说泽连斯基已经向扎卢日内提出了一个新的职务 并且要求他辞去乌军总司令的职位 但是扎卢日内拒绝了 其中有两位知情人士就表示 说泽连斯基已经明确的表示 无论扎卢日内是否接任这个新的职务 都将被解除乌军总司令的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新闻了 前不久俄罗斯媒体也曾经爆料 说泽连斯基打算撤职扎卢日内 但是后续被泽连斯基的发言人 以及乌克兰国防部给否认了 表示这不是真实的消息 但是现如今不仅是俄罗斯媒体炒作这件事情 就连英国媒体都参与进来了 再加上乌克兰本国媒体也相继的炒作 无论怎么看 这件事情都是不同寻常的 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 无风不起浪 所以这件事情恐怕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林郑换帅是兵家大计 这个道理古今中外是都通用的 泽连斯基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后果 但是泽连斯基仍然要执意换掉扎卢日内 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泽连斯基已经觉得 扎卢日内威胁到了资深的地位 所以要先把扎卢日内给扳倒 然后让他来背黑国 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这场仗 可以说乌军打的是非常糟糕的 颓败的趋势已经是跃然止伤 在这种情况之下 接下来乌克兰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相对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不管是怎么结束 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乌克兰打输了 因为只要没能收回来被俄军占领的领土 这场冲突就是大败 丧权辱国这么大一口黑锅 没有几个人能够背得动 那么有资格背锅的就只有泽雷斯基与扎卢日内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与俄罗斯谈判之前 泽雷斯基就必须要搬掉扎卢日内 然后安排自己的心腹上位 想办法打出几场漂亮仗 为乌克兰挽回一些脸面 那么如果计划能够成功的话 接下来在谈判中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 还能推卸掉自身的责任 这样一来 在乌克兰民众的眼中 泽雷斯基反而成为了力挽狂澜的英雄 而扎卢日内却成为了指挥不力 导致乌克兰丧权辱国的背过下 当然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是一些猜测性的分析 只不过我们知道政治斗争太黑暗了 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么话又说回来 假如泽雷斯基打算按照这种思路来走 那扎卢日内也不会坐以待毙 从他拒绝泽雷斯基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 他内心很清楚 就是手里的兵权才是保障 如果听从命令辞职交权 那他的下场绝对会非常的惨 因此假如泽雷斯基进一步的逼迫扎卢日内 不排除会出现乌克兰版本的清军策的可能性 那么关于泽雷斯基和扎卢日内之间的矛盾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